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粮食供给不上 我们驻守在康原的队伍 饿死五个人 重伤的二行补充不上营养 身体越来越差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封三和封义带着他们的胡子兵 又操起了老本号 谁家还有粮食都拿出来 一会让我们搜出来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没人动是吧 帝兄们 给我搜 等等 不许搜 冯三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犯了军规 我担着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饿死 再等等容时就到了 还等什么呀 你们没看见徐二行都饿成什么样了 我们本来就是胡子 干的就是打架结社的活儿 我们跟着你们打鬼子 打了汉奸 打死了我们的不冤 可是 让弟兄们这么浑浑饿死 我们冤得慌 那你也不能想 我们这样跟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 把东西 全部退给乡亲们 龙大小弟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二行要是再不吃东西 可就挺不过明天了 大哥 大嫂们 大叔 大婶们 我们是抗日同盟军啊 我们已经饿死好几个兄弟了 你们牙缝里露出来一点 我们就能活命 只要我们有一口气 就会接着替大家去打日本鬼子 去打汉奸 求求大伙 给口吃的吧 弟兄们 跪下 乡亲们 都回去做饭吧 我们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 跟鬼子拼命 这牛你们还是牵走吧 不行 我们是有纪律的 这不是强 你们照实说 我们自己就送过去了 一说是强 都马转了 乡亲们 送过去 这是我送给抗日同盟军的 抗原城里一定还有很多 战士没吃状态 乡亲们 把粮食都给送过去吧 谢谢 二行要再不吃东西 真的就挺不过明天了 他只要吃一个鸡蛋 他肯定明天就能站起来 心疼了 我心疼有什么用啊 他的心在你哥那儿呢 你哥真的没有可能跟他好吗 你放弃了 我不放弃 只要有一点机会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放弃 好像是我们的人 不会是出了要饭的吧 没有我的命令 谁敢出城要饭 他们是日本人 开枪 不许还击 自己人不要还击 别开枪 嘿 我们是自己人哪 我们是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 是不会抢老百姓东西的 给我打 不许还击 我们不是日本人 我们比日本人个儿糟 这都啥时候了 你就别说你那哥儿的事儿了 你来这些撤 撤 撤 快走啊 不行 二妈那事儿了 走 走 公子 公子 别开枪 我们都是自己人 这是哪个糊涂的 让我查出来 老子已经封了他 我们上道了 那是七水二十灾 老大小姐 你赶快回去报信 我在这里拖住他们 不行 美军 指挥权在你手上 我跟风一断后 快 来人 把这老头儿架走 快 给我打 别见了 薄衣 别见了 薄衣 薄衣 别见了 薄衣 吃两口 薄衣 他们还没吃着 站起来 快 来 那边 快 快 到这儿 快 别跑 快 快 怎么样 我回不去了 说不定 鬼子还会用这个办法打咱们的康原 好 我引开他们 你快回去告诉吕良彪 让大家做好准备 好 那你怎么办呀 别再管我了 再过去 康原就保不住了 走 走啊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 追 黄医生 走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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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有封信 你过来拿呀 谁给我的信 吕良彪 来 少爷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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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让我一定亲自交到你手上 过来拿吧 来啊 来呀 把信尼拿过来 是 拿来 拿来 都给你挖 上载 开枪 都给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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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不许换机 是自己人 走 不许开枪 别开枪 别开枪都是自己兄弟 别开枪 快还击啊 他们是任伟军 快 宇良彪 什么 他们是任伟军 他们是任伟军 快打呀 兄弟兄弟 兄弟们 哥哥对不起你们 先脱身再说吧 这帮兄弟们跟着我逃成没多久 没杀几个鬼子就全死在这儿了 是我不让他们开枪的 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宇良彪 宇良彪 把车 宇良彪 哥 宇良 开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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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良彪 雨 宇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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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еж 怀 低 宇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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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 张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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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兰彪 我多次救你性命 我今天要倒在你的枪口之下 难道这是天忆吗 天忆让我们俩 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兄弟 看在我全家老小的份上 再放大个一回行吗 好 大哥 你就安心走吧 老二 我会替你照顾好家里人子 好 我跟你说 老四 老四 这 还有 咱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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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磚来了 快撤 撤 快撤 我的兄弟们都在这里 我不会撤的 你走吧 你的兄弟们 还等着你为他们报仇呢 李林彪 快撤 哥 哥 兄弟们 大哥代不起你们 快吃了 这个是封义用生命 给你换来的鸡蛋 哥 你快吃了 别辜负他 我不行了 你们走吧 我不行了 施金川 施 施金川 容易一直很喜欢你 很久很久了 好 好好照顾他 以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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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哥了解你 你 一定要幸福 和你爱的人 在一起 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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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哥 以为哥 哥 龙一伟 龙一伟 以为哥 龙一伟 好 他就得了 他可以 还要他 他也要不要 他也要他 有什么 他也要你 我没有 他也要你 你怎么会 他也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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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美计划已经准备完毕 只等您一声令下 即刻开赴张家口 有喜 把清水二十三给我调回来 明天开始 执行秘密行动计划 是 走 跟我去看看 这段日子我也学了点日语 竹木那里 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可他们明天就要行动了 我们对行动的计划却一无所知 这太可怕了 我得到一个消息 康远被清水二十三和张一平打下来了 封三封义父子 还有那只胡子群 全军覆没了 吕良彪没守住康远 没有 他手下那个营也全军覆没了 对了 锦川大少也回来了 他和吕良彪带着二小姐 荣大小姐 鲁大小姐 逃出了康远 我们现在没有事先背上 如果明天之心还不能得到那个绝密计划 整个康远童盟军都有可能被摧毁 是啊 怎么办 大小姐 你再想想 周牧说想让你参与那个绝密计划 只是为了要摧毁你的情报组织吗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 只是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容会长 请相信我的诚意 消息 莫吉 将Luc你好 是我 我想跟你见一面 容识 在两个人都挑明了是对手的情况下 竹木还要邀请容识 参与那个绝密行动 这显然有备于尝逆 容石感觉到竹木 并不是很想执行这个计划 可他是个军人 除了执行命令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利用容石来破坏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让竹木这样的职业军人 都如此抵触 我们都感觉到了这背后的可怕 荣石想去探探竹木的地 我知道 他这次进了避暑山庄 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能阻止 正像容石说的 这个计划 值得赔上几条命去破坏的 不过几条命 请不过我 监督 我们还有您的事 但是チキ 你们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不过你以为您这次 还能全身而退吗 在上一秒钟我还不确定 但从我站在将军面前开始 我就知道将军会让我走的 您是为绝命行动而来 是吧 很抱歉 荣某一直没能领会将军的意思 领会了 你也不会用你的情报组织 来换这次机会的 将军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 好吧 我们 不过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参与了 但我还有机会去阻止他 对吧 我们别再兜圈子了 我很希望将军能够给我透露一些 给我一个破坏他的机会 这是您一贯的思路吗 我相信将军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人 而将军一定很清楚 如果你们的行动执行了 受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 对吧 是习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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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应该非常清楚 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 所以我相信 将军一定会给我一些这次行动的线索 我不会给您提供任何线索 绝密行动 今晚就要开始了 你阻止不了 可从将军今天愿意单独见我 就已经表明了太多 好 徐司令 徐老爷子 徐家军众兄弟们 吕良彪给你们磕头了 要是否应该让你出生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 不配得到你们的原谅 从小我娘就告诉过我 不要跟坏孩子一起玩 坏孩子究竟有多坏 你想都想不到 你玩不过他们 我没听我娘的话 当了这么久的罕件 杀了这么多同胞 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 跟着我刚走上正道 还没来得及当好人 就全都葬送在张一平手里了 我已经得到了报应 绿梁表愧对你们 愧对兄弟 愧对列祖列宗 今天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 希望各位的在天之灵 能保佑我做成这件事 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 回顾 如实 竹木真的放你回来了 主动钱在我手上 他当然要放我回来 坐 怎么样 有线索了 不过根据他的态度推测 是细菌战这一点不会错 他们今天晚上行动 会把病毒送往张家口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搞清楚 他们的行动路线 去阻止他们 他们会有多少人 参与运送病毒 还不清楚 大少爷 大小姐 手下兄弟说 吕良彪回承德了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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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号 直到 手 号 号 等人 等竹木唇一 还是清水二十三 两个都等 看来你是来自杀的 如果能用我的命 换他们其中任何一个 我也值了 有个人在等你 谁 你跟我走 敌人很可能从三个地方进入张家口 灯笼口 借铃口和杨角口 立刻给总部发报 让他们在这三个地方布下重兵 阻截病毒 恐怕来不及了 他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这样 我去灯笼口 你去借铃口 吕良彪去杨角口 他们都是精锐一定要小心 这次秘密运送的 是一批细菌病毒 他们一旦运进张家口 十万抗日同盟军 甚至全国都会非常危险 那该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了解究竟是什么病毒 但我知道 所有的病毒都应该害怕高温 所以一旦拦截了 一定要高温销毁 这是一种危险的病菌 三米以内闻到气味 就会受到传染 人的历史上 有三次瘟疫大流行 第一次 公元六世纪 近一亿人死亡 第二次公元十四世纪 波及欧亚非三大洲 第三次 公元十八世纪 波及三十二个国家 因此 那这种病毒一旦被释放出去 后果 是啊 我一直反对进行细菌战 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 如果瘟疫蔓延开来 摧毁的将不仅仅是抗日同盟军 而是整个东亚的灾难 是 这 万一有感染了瘟疫的人 进入热河 那我们 到那时 恐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抗日同盟军 而是瘟疫 可惜呀 身为军人 我无权拒绝命令 对付区区十万抗日同盟军 需要这么可怕的武器吗 并且恶定是抗争 我也抗争过 可是上面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 如果行之有效 我们就有了控制亚洲的信心 那 上边有没有安排 控制疫情的计划 不知道 还没有接到命令 人感染的这种病菌 会通过飞沫传染 一传十 十传百 估计半个月以内 抗日同盟军 连同整个张家口 都会毁于一旦 这種了 聖局 以来 凌晨 出品 �무� 不了 不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佐 大佐 停车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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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